一群人占据车道甚至双脚踩在店家招牌旁的栏杆上 未拍美照 日本富士山游客乱象频传 当局寄出杀手舰搭建黑幕 避免影响当地居民 有当地商家认为这波观光乱象 可能与日币持续贬值有关 新月底日本政府疑似出手救世后 不到一周又有新动作 尽管财务省三间齐口 不过NHK报导 美国联准会主席鲍尔一号再度推迟降息 消息曝光大约三十分钟后 日币突然急升 对美元来到一百五十三块 甚至幅度达到四元 市场推测政府二度出手几率高 动用金额可能高达三兆日币 甚至有短期市场分析公司 推测四月底日币急升 日本政府可能已经动用 照买入两度出手 金额上看八兆 从被动观察到主动应对 因为日币持续贬值 恐怕重伤经济 不过政府干预除了回稳 是否能进一步止跌 专家认为几率不高 终结17年复利政策 日本政府下一个经济难题 才正要开始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